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有霸气 给我们做出了贵族徽章的感觉 但是子东老师说是权力的游戏 他是一个你看我们就是将心 就是木雕 词一下爆出一个东西 最后落款 我认为还有借鉴了当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台会 还在放光芒呢 说明我们已经登堂入室了 也已经到了富二代的阶段 最重要的是17年 要有点变化 对对对 我们这个对有变化 这个变化呢 就是随着我们这个你看 鹏进入了豪宅 对吧 有楼梯了 外面也停个车 对对对 外面也停个车 然后这个片头呢 也像一个贵族家族的徽章 这一切都体现了你看中国人现在的心愿 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 对对虽然都是假的 但是我们人是真的就行吧 假的东西那么容易来弄 也弄了17年才换一下 假做真实真亦假 没错 你最漂亮的东西啊 就是像假的 对 你看咱们形容说 哎呀这个东西太美了 对对对 好像假的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所以假了就说明你牛了 刚那个蛮好看的 的确有贵族的感觉 有贵族 所以今天呢 我也就决定选择这么样的一个话题 我们该关心一下咱们的富二代 对吧 虽然咱们还没到富一代 咱们我也关心他们 对吧 因为呢 确实是富二代啊 有很多传说 最近啊 有一篇报道 这个 有媒体对哈尔滨的 富二代进行了一个调查 这篇报道呢 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 说明了大家伙对这个事的 这个关心 比方说有一个富二代 就是说 我一年这个零花钱花六十万 我都是富二代里的穷鬼 对吧 说那真正的 就是我们那有的那富二代 家里的 鞋是一间房子 啊 什么 可能是围巾是一间房子 化妆品 还有什么 这个这个首饰是一间房子 说请他吃顿海鲜 三千块钱呢 不便宜了 那富二代能吐了 说这海参 什么海参呢 假的海参 什么的啊 就是反正 就是说这种富二代的生活方式 有的也在父母亲的公司里打工 但是心情不好了呢 就买一个头等舱机票 可能到欧洲的某个城市 自己在五星级酒店里啊 沉思两天 然后反正就是 哗哗哗哗哗 哎 这个富二代 你们有 哗哗哗得起啊 因为我觉得 对啊 因为那个有个标签嘛 总是被人家吐出嘛 就像我们说有钱人 有人是富而好你 有人是为父不仁 对啊 所以都有嘛 可是因为往往他做了那种事 等于坦白讲 穷人里面小孩 有人非常争气 对不对 往上爬 努力工作 有人自暴自弃 穷人啊 穷人的小孩啊 穷二代 对不对 贩毒去乱七八糟的欺负别人犯法 也有啊 可是我们不会说 也会了 一讲穷二代 首先想到的就是说 哎 你那个一定是乱七八糟的 一定会比较粗皮的 比较 以后一辈子都穷的 哎 稍微有一个比较认真 有礼貌呢 我们就说 嗯 这是好的穷二代 那富二代也是嘛 好的我们不看 有了这些 我们就说 你看富二代 我们对穷跟富啊 是有不同的假设 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拍照片 拍穷人 拍苦的 贫穷的地方 一定用什么 黑白底片 我们不会用彩色 来拍穷人的嘛 我们先认定他是穷 然后才用 黑白去拍他 OK 然后就像富二代一样嘛 OK 我们认定富二代 一定是这样 我们就 哎 去找那些 刚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 对吧 然后我觉得 就这叫标签嘛 当然我也正在讲富二代 对 就听我女儿讲 你还真是 对 现在的这个孩子 我老是说 这个我感触很深 嗯 就是实际上就是 找个富二代啊 这是一个通行的价值 甚至女孩们之间 互相间介绍对象 都是这个话了 哎 我给你一个官二代 或者是一个 一个一个富二代 那就是趋之若鹜啊 哎 现在都是很现实的是吗 但要是那些富二代 要是正常的话 他听到人家 在这样介绍他 人家在这样找他 他肯定也不愿意 他要是用这样方法 找到的 那就很成问题了 我接触到的 呃 我 我不能我不能说 是不是富二代 就反正是家里很有钱的 他们在香港过的学生当中 一点都看不出来 成绩非常好 就是完全不知道 直到后来有朋友来了 一起吃饭了 你介绍他的家庭背景 哦 是什么什么一个集团 多少多少个亿 我才发现 小孩一点都看不出来 对了 然后你到哈佛去开会 那个那边一开什么中国论坛吧 那真是军男美女 就是真的是人才汇聚啊 这个中国 单讲中国不讲外国 就中国人 然后你去一问啊 真的有很多都是家里都是 就是你一讲他的公司 我们都知道的 可是他们自己的小孩 他们就是还是 我不知道他中间 画了多少的别的方法 但因为据我知道 哈佛的本科啊 你有很大的背景都进不来的 那里的教授跟我讲过 这是一些大集团的公司啊 资租了多少钱 所以那些小孩进去 都是很努力的 然后回来就问个问题 就是我们应该留在美国呢 还是回中国发展的 然后我一听他的家庭背景 我就说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留在父亲身边 回去吧 那么对什么人不公平呢 就是对其他的中产阶级的人 他们的小孩在美国读书 也读得非常好 也找到了好的工作 在这个时候 读书的时候公平的 大家成绩是一样的 但是等到一找到工作了 再要往前发展了 他们就会发现 哎呦 你这一位 这个 马 马家明 哦 原来上面是这么一个家庭 我是一个 我的老爸是个医生 哎呦 那资源就这一点 所以等到毕业以后 他们发现 不仅是拼智力 不仅是拼品德 还要拼资源 这个资源 这个时候才起作用 我觉得富二代 他们应该在这个时候起作用 那也无可非议 因为他已经是 已经是做好准备了 对不对 呃 我我那天看那个 吴小波写一篇文章 因为他给这个富二代 搞过这个讲座 就是讲课 所以呢 他的观察是什么呀 就是说那些灰金如土的呀 炫富的 其实毕竟是少数的奇葩 他觉得最大多数的富二代啊 还是要照他观察呀 他觉得就是主要是两种情况 就财富继承方式 两种情况 就是说我要叫我概括 就是一个是李泽巨型的 一个是李泽凯型的 李泽巨型的就是说 哎 在父亲的指导下 在富一代的指导下 还是做着他父亲的事业 慢慢的慢慢的积累经验 这一条路 再一种呢 是属于甩开父亲 或者给父亲要点钱 对吧 然后自个出去创业 他现在斯坦福都学位 对对对 然后他创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在另一个点上 又跟副业在接轨 但是他就说 现在中国有一种焦虑 就是什么呢 副一代的企业啊 往往也到了这个转型期 你说现在这个民办企业 生存很困难 就面临转型 但是老一代的人 他没有这个互联网家的 这种思维啊 其实是他的企业面临一个瓶颈期 但是他又希望借助孩子 所以孩子压力很大 他借助孩子能够转型 即使接班 又实现转型 但是说的容易 实际上非常困难 因为老爸的这帮人马 他们的思维都已经固化了 儿子上来 你要照吴小波感觉 就是说今天的很多富二代 实际上他们是具有全球思维的 互联网思维的这么一代人 实际上他跟父辈的这个大盘子啊 往往也很难衔接 所以就是 但是我知道的 可能我是老跟吃喝玩乐的混在一起 我知道的就是啊 也有这个灰金如土的 真是 我老是说呀 有一次甚至我都跟着孩子直说 我说我觉得你是穷二代 太空虚了 真的 你可以想到一个孤独的孩子吗 就是他呀 他每天就在世界各地游逛 甚至就是到处找朋友陪他玩 因为朋友都没有他有钱 花钱 到处找朋友陪他玩 但是这些朋友人家都有工作 谁也不能天天陪着你 然后呢 他就是这样 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 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 一会发个朋友圈说 哎 我在那个什么洛杉矶 一会发个朋友圈 说我在巴黎 但是他自己呢 实际上 而且我就发现 又是独生子女啊 实际上极其敏感 但是恰恰是对什么敏感呢 对钱敏感 就是他已经是富二代了吧 他还生怕你嫌他不够有钱 所以话里话外都是要显示 我有钱 我有钱 所以我有一次语重心长的说 我说我觉得你是穷二代 你真的是所谓 就穷的穷的就这点事了 又没文化 又没文化 我我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就是说可能他们家这个富一代啊 也是一心一门心思挣钱 穷人出圈 一门心思挣钱 所以落得最后孩子就变成这个样子 稍有眼光的这个富一代吧 他不会让他到处去混 混完 真的婚姻啊 他会希望他找红二代 红三代 嘿嘿嘿 邱老师 你会联姻 你会联姻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去下广告之后见 没有你刚说那个小孩 有钱的小孩 对钱很敏感 那我觉得这个一个巴掌 打不起了 打不响了 就是说不仅他对钱敏感 他同辈的其他小孩都对钱敏感 像那么富二代啊 很难交朋友 第一个钱不够他多的时候呢 有时候他难免会怀疑 虽然我请你找人陪我玩 我总是瞧不起你啊 你觉得也不信任你啊 觉得你不是为了友谊跟我玩啊 你是为了我花钱请你吃喝玩乐 吃鲍鱼海参等等等 我甚至瞧不起你不信任你 那另外对方呢 也坦白讲有些怕 你那么有钱 我不管是也瞧不起你 或说逢迎你啊 那种关系来讲门当互对 在某程度来说有他的现实理由的 玩不起来啊 所以孤独 那另外呢 跟他一样的富二代 谁瞧得起谁啊 我干嘛要跟你玩 你那么几十个一 我家里也是几十个一 互相比拼 或是互相瞧不起 所以这样的富二代啊 基本上注定是孤独的 所以我想补充一点 我刚说的标签的问题呢 所以富二代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标签啊 通常一说富二代很难免 这是说不好 因为呢 子东说很多优秀的富二代 那是坦白来说 这优秀的有钱人的小孩嘛 当我们说富二代 坦白讲 这是独特的视角 不好的有钱的小孩 表现不好的 就像我们一般香港说港女嘛 对不对 你严格来说 广泛来说 就是说香港的女孩啊 有谁不是港女 OK 都是港女啊 就是我港仔 港老 港男 港苏 可是当你说港女的时候 不是的 你不是讲普通的 对 它是一个独特的 你有某些讲话 想法 打扮的特点 那种才叫港女 所以你觉得富二代 本身就是个贬义词 现在本身就是用来 说这个贬义词的嘛 你说像刚几东说 你说 就叫他们说 把他们称为富二代 他们一定不爽快的 不高兴的 你不一定 你贬低的 你现在那些年轻人 叫他富二代 特别在女孩子嘴里说出来 他可能开心的 另外有一个跟富二代 意思接近 过去是贬义 现在是中性的词 叫贵族 贵族子弟 贵族家门的 那贵族其实是 这个中国现在也很流行 现在很多学校都说 我们要从小就打造贵族学校 让你们将来到英国 去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哈罗公学 什么什么 我还专门参加过这样的讲座 后来一发现 贵族也要符合很多条件 第一要有土地 要有血缘 第三叫联姻 第四要从政 而且要有歧视精神 很多中国的富二代 到了贵族学校受不了 因为贵族学校的生活 是很朴素的 在睡木板床的 没有什么让你在那里 开名车 什么坐沙发 还有人陪你 贵族首先要锻炼的是 你要打仗 要险兴了 有人侮辱你 你要出去跟人决斗了 现在也不如决斗 你至少要安慰你的尊严 你不能老叫下面的人 帮你收拾局面了 所以这些 现在很多人就完完全全 没有这种 不过我自己觉得 你刚才说的时候 我这些人本来就少 我们去替他们操心干什么 比较多的值得操心 都是中产的子弟 这个真的是 现在很多很多 很多人来问我 就是说他们将来的 就是专业该怎么发展 事业怎么样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是什么呢 就是鲁迅以前讲过一句话 做文学啊 你的家庭从小康 堕入困境 就是说你本来是个小康 然后渐渐的往下走 在这过程当中 你看到世人的真面目 做文学了 所以我就说你们要做文学呢 走下坡路 你家的中等下坡 做文学 中等往上 学工商 什么NBA 因为你学了工商啊 去投行啊 总要你老爸有点关系的 总要家里有点鼓励的 给你正面向上的 你往这两方面走 对不对啊 这些人才是最大多数啊 你说有多少富二代啊 其实你说 对我也好多学生啊 年轻朋友 问类似的问题啊 马老师要做什么 以后这样 我那可能受文道影响 我都跟他们讲 我觉得你应该学佛 真的啊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坦白讲 他们一定以为 我就在搞笑嘛 我说不是啊 小朋友 我跟你瓶水相逢 坦白讲 你的性格 你的能力 你的家庭背景 我怎么知道 连中医生 看医生都要把脉 对不对 才能开药单 我怎么可能告诉你要学什么 学这个学那个 对不对 是害了你 你一定比谁都知道 甚至啊 就像问这种问题啊 等于问你 我到底嫁给谁一样 你心中早有答案了嘛 你只不过想听别人来肯定 来confirm来什么 所以这是废话 我只能告诉你 不管你学什么呢 走什么路呢 你学点佛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人生真的是苦嘛 你学什么 学功也好 学医也好 学文也好 你生命一定充满了挫败 对不对 欲求不满 等等等等 我们都懂啊 过来人 对吧 然后呢 你学了佛以后呢 到时候呢 你现在开始学佛 你出来 二十多岁 开始打拼 打拼到四十岁 满身苍伤 千苍百孔 那时候你学佛的 那十多年的经验 就拿出来 很好的自我安慰 对 包括把你的财富 也拿出来 财富 佛 佛就要你舍弃财富嘛 对吧 富人上天堂 就比那个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但是就是 你像这个报道里啊 也讲到一些实在话 我倒觉得富二代啊 在我心目中并不是什么贬义词 我觉得我只有羡慕的份啊 你像有个富二代说 说就说我啊 钱让我得到了自由 然后那个记者就问他说 你觉得幸福吗 他说那的确我有钱 我就比别人的同样的 这个些年轻人自由更多呀 现在很多年轻人 甚至为了这个钱 他甚至要要卖出自己的很多自由 甚至于卖出自己的身体尊严 对吧 至少我免了这个了 但是那个记者又问他说 扣除钱之外 你觉得你幸福吗 他说扣除钱之外 实际上我跟任何一个普通人 也都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挺实在 因为我觉得就是 有钱 人从来就是不平等的 你现在没有 你比如说过去说 说大家没有不平衡 其实也不是没有不平衡 只不过过去说 财富上说大家都一样穷 可是那个时候啊 我记得也有相对的这种子弟啊 比如干部子弟 干部子弟 干部子弟 不平等嘛 对吧 你那个我们班里同学家说 我爸是军长 那你就是在班里 你也是个小霸王啊 你就是不平等啊 对吧 只不过到后来现在说 是钱了 你爸多有钱 王硕描写过嘛 他们那院里那帮人 各个家里都有背景 来了一小伙子说 他老爸是二炮的 开始大家挺尊敬 后来搞清楚 是北京第二灯炮之后 对啊 对啊 马上把他打出去 是 二炮 所以现在这问题 你就比如说 像这种啊 比一般人的处境更好的人 永远在年轻人当中 有这么一些人 但是要是正常的话 要是这个人是正常的话 压力也会大 对不对 就是肯定的 你家里家 家里有家族 有事业 现在家里有个几十亿 等着你去继承 你看这个压力也是非常大 非常大 对 而且就是 其实你像有的孩子 就是到这个父母亲的公司里 去打工 这父一代跟父二代很不同的 父二代相比之下呀 比较喜欢享受生活了 或者就不像他父一代 那么样的钻牛角尖 但是呢 往往你表现在这个 父一代的父母亲呢 他这个里边就说到 一个女儿就说是 给母亲帮忙 对吧 到最后他母亲那家伙就是 一早起来打电话 啪啪啪啪跟他说十件事 而且还还埋怨他 那母亲可能跟他说 你一天干的事情啊 我一个小时都能干完 这个对孩子有压力啊 说我不是你啊 你们多多吃苦耐劳啊 对吧 担心老爸万一被抓进去啊 要调查啊之类 压力就更大了 压力就更大了 对 我们替他们操什么行啊 我们是嫉妒 我是嫉妒 没有他们有压力 那那个 而且孤独感啊 我刚也提到 那种孤独感 那压力你找 而且很多富二代是独生嘛 就是那孤独感 你一个人怎么样处理 那个庞大的财产 我认识一些有钱的小孩啊 勉强叫富二代吧 二十多岁立了遗嘱了 你有立了遗书了 他可能模仿他爸 对 因为他不知道他爸什么时候死 对 然后他也不知道这什么时候死 自己每天在飙车 开了法拉利 这个是比较危险 枪枪四三言一行广告之后见 你讲这个孤独感啊 跟这个独生子女也有关系 很多时候你看富一代怎么能有钱 就是父母亲啊 在打拼嘛 但是父母亲打拼的时候啊 哎 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 父母亲在打拼的时候 这孩子啊 一个人孤悬海外 实际是非常孤独的 基本跟父母亲 没有什么感情太多的感情交流 父母亲天天忙的不得了 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缺失 实际上这个孩子在国外 早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孤独的这种生活 可是呢 有时候往往在这个孩子年近三十的时候啊 也许是父母亲呢 奋斗差不多了 也许是父母亲呢 突然间哪天明白过来了 突然又一下子想给孩子很多的关心 弄得孩子啊 又觉得父母亲在侵犯自己的自由 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什么事情 都是我自己啊 这个时候父母亲又在问寒问暖呢 或者找没找男朋友啊 或者就天天在干预他的私人生活 又让他觉得特别烦 就是这种矛盾 我就觉得中国啊 就是现在很多富一代和富二代之间呢 错过了他们啊 本来应该在一起的时间 所以其实有没有富 反正二代就是问题多嘛 我们以前讲了 揉手而同 穷二代了吧 结果没人理 丢在那边 刚刚子东说中产 对不对 他们充满怨气了 坦白讲 有一部电影被好多人评论的争议了 小时代 对吧 OK 好多人看到里面就说 妈 怎么宣耀 宣富 怎么 或者说拍得不好 先不说那些部分 其中一个我看到的是 城市里面中产小孩的焦虑 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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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明比你漂亮 比你聪明 比你用功 你是富二代啊 你家里有权啊 什么 你爬得很高 那城市的小孩 如何来挣扎上去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完全反映到小孩的那个 那种焦虑 你刚刚也提到中产 我跟你一样的优秀 可是出来 因为你家里是红二代 官二代 富二代 你走得比我快嘛 那个怎么办 这就是人类永恒的问题 这东西 所以我觉得 一个人啊 在年轻的时候 如果他在社会底层 就是说这个境遇不太好 后来才读书 再奋斗 再有事业 或者是到什么岗位上 什么 其实是蛮好的 比一帆风顺的要好 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他们都不会忘掉 最早吃苦的这段时间 我最近碰到几个领导干部吧 就是位置蛮高的 他们都说 讲起他当年 比方做什么搬运工啊 或做什么什么 回头啊 充满感激 一是有一个弱者的身份 体会到有弱者的这个心理 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弱者 不是一开始这个贵族 对不对 第二 学会了吃苦耐劳 就是等到他后来到了上层 他都能够做别人 做不了的事情 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 因为你必须要做 第三 有一个底层的视角 就看问题不完全从上面看 他会知道的人从下面看 我一直觉得 这个中国过去的说法 叫什么 天降大人于私人 必迁什么苦其 恶其体肤啊 什么什么 恶其体肤啊 什么什么 对对 我觉得这个是 真的是 那这样说起来 我觉得应该重新迁起一个什么 下乡运动 其实不一定下乡 把我们那个 你先去 你看那些富人家里 他为什么不把小孩一直留在身边 而愿意他让他到海外去 孤独一段时间 从消极的角度来讲 他们很知道在身边青少年时候 如果家里条件太好 他很容易变坏 不是 但是徐老师 你这个有这个问题啊 千千万万的人都这个苦其筋骨 恶其体肤了 但是最后 真正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对 那那大多数人受的苦 那算怎么回事 孟子骗人 受苦过程